今天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他舉辦的教育與體育的選擇之友會 那可以看到其實現場有相當多的民眾都來到場力挺 而他今天這個主題也是要來對大家闡述他對於選總統之後的教育以及體育的理念以及政策 而同時在今天的時候他的妹妹柯美蘭也在新竹宣布他要參選立委 並且要來爭取這個民眾黨的提名也帶來聽到柯文哲的最新回應 我妹妹 我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在醫院幹演科主任幹得好好的怎麼一回事 不過我媽媽 我問我媽媽 我媽媽說他都已經60歲了你要怎麼管他 我說好吧 那再看吧 反正有黨的程序 照程序走 好 可以聽到柯文哲其實對於妹妹的參選是感到相當的意外的 不過他也會以黨的這個制度的來決定是不是由柯美蘭來出戰新竹市的立委 但是巧合的是今天剛好早上柯媽媽在新竹老家拆了他們家的違戒 然後柯美蘭也現身並且宣布參選立委 那同時也碰上民眾黨籍的新竹市長高黃安最近陷入官司纏身 那大家就認為說這是不是在為柯文哲來清理戰場